好那我先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邀请到重量级的人物 宏彦文 Temple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那各位看看他的简介 其实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有 之前从以前Web2的创业就有蛮多的一支项目 直到现在Web3的一个 很成功的项目叫Perpetual Protocol 中文是翻成波波球 波波球 那他是波波球的共同创办人还有CEO 那我跟Temple是在2019年认识的 大概就是上一轮的熊市 那那个时候他是在做一个 区块链公司专用的一个会计系统 那说实在我那时候听也听不太懂 不过就觉得还蛮酷的 就是把区块链和传统金融结合的一个应用场景 但是那时候因为是熊市 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可能也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用户 那到了2020年的时候 我跟他都转到了这个DeFi的领域 那他们也就有新的一个专案叫做Strike Strike Protocol 那后来其实就改名叫做Protectual Protocol 那这是一个很 现在都还是很超级热门的一个赛道 就是一个这个去中心化的衍生品的赛道 那也因为他们做得很早 所以他其实曾经一度是这个领域的这个No.1 那市占有曾经高达到7成 那代币也是跟这个水爽 水爽很高 所以整个的流通市值呢 曾经有超越过这个10亿美元 所以那个时候是算是独角兽了 那不过现在这个当然随着币价下来 这个已经没有到10亿美元 那不过现在市占虽然没那么高 但是这个交易量应该还是很大 所以还是一个经济母 特别是在这个FDX倒闭以后 然后也有一波的这些 这个不再信任这中心化服务的用户 转到去中心化这边来 那Tempo其实在台湾的Define界 也是这个很不遗余力的在投入了 他之前也主办了一些活动 包含了像Define的图统统统统的活动 聚集了一些的这些Define的开发者 一直持续的在学习 那我也是一直透过他这个活动 学到很多东西 那另外他跟Martin 还有之前我们邀请到的这个 竹轩体 也有办了今年的整个East Taipei的活动 那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Tempo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他创业 木制的这些经验 还有一些启发 那他会提出来一些跟这个 创业者需要相关的一些 一些思考的问题 然后看看要怎么样 避免一些因为资本市场不对称 所造成的一些这个错误的选择 那我想特别可能是在Token 募资这一块 那这部分呢 其实是大家蛮好奇的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接 比较没有那么早期接触 Define的人 对这种Token 募资其实是蛮疑惑的 那我相信今天这个Tempo 冯英文他应该可以 在他的内容里面 可以解答很多这种创业家心中的疑惑 好那就让我们来欢迎Tempo 好谢谢介绍 那好就很快先讲一下我想要讲的东西 那基本上Perpetual Protocol 我们从2020年开始 我们算是就算是在国外 就是有时候全球来看我们也算是做得比较早的 我们是就是就是在我们同期 刚才就GYX跟我们一起在做Prepatual Swap 还有Future Swap 现在跟大家更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一路上知道很多事情 然后我觉得学到就是学到很多事情 然后好所以这个大概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路上知道事情很多 那我想就先从这个 我猜就是如果要谈技术 ANM设计啊 我猜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了解 但是对于怎么样你可以做一个自己的project 不管你要筹资或不筹资 当然这里还是会谈比较多筹资 不过如果你有什么问 你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可以提出 然后我会就我知告的回答你 那除了在做Perpetual Protocol 同时也有在做一些enjoy investment 然后我也投资过蛮多crypto的project 大个小个都有 所以对于这方面我算是 我自己觉得还算是蛮了解的 所以所以就希望可以解答这些事情 利用这个机会 好那就先讲 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 因为其实就没什么好讲的 不过我们基本上 这刚才其实那个 Ryan已经都讲过了 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想做Perpetual Protocol 为什么想进区块链是因为 CryptoKickies的关系 那我以前有做过一段时间游戏 所以我觉得哇可以做一个区块链 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真的 悠有游戏资产的东西 还蛮不错的 不过因为后来觉得 后来其实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开始做一些游戏 不过在现实面上 我觉得游戏可能做起来觉得它不够强 就是不太确定这游戏要怎么做才会好 所以我们就改看另外一个 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区块链做其他领域 后来我们就决定 就是专心做DeFi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DeFi 不过就是金融相关的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用的领域 好那就是 刚才Ray有讲过 我们之前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会计软体 在会计软体之前有想过要做一个Option 不过后来不是很成功 然后过来2020 就是开始做Perpetual Protocol 好那 这个就比较想讲一下就是 我觉得在做一个Project之前 你可能要有一些除了在做什么之外的 你可能要有一些自己想要做什么 就是你可能要列出来一下 就是你那个时候 就是你到底这个Project 不管是带给你的用户什么 另外一件事情是带给你什么 或是你想要把它变成什么样 那我举一下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没有想要做自己熟悉的东西 我们要做市场绝对有需要的东西 对我给大家再仔细想一下 但是很多人你在想Project的时候 你会做自己喜欢或自己熟悉的东西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是一个错误 不过没关系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很明确 我们不会做自己喜欢熟悉的东西 所以金融不太算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 不过就会选这个 另外就是我也很相信 我们应该选低点进入市场 就像现在熊市做 我觉得牛市有就是它各有不同的优缺点 不过在低点进入市场有它很独特的 就是有点像社群比较小 你就比较容易可以认识大家 跟他互动这些事情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跟国际的社群可以借轨 所以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 像在COVID之前有去美国 然后不行 然后之后就是都会希望可以 多给一些国外的team交流这样 ok 好 刚才讲 那好 所以我先讲完 我讲刚才有十几面 那应该很快可以带过 不过先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找到 我觉得很多人问过我 其实大家都不敢问我这个事情 什么叫核子 因为我猜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你其实很难问别人这个问题 因为别人一定给你一个很龙孔的答案 所以我想要不要给一个龙孔的答案 好 所以第一个事情是 我觉得大部分你要做一个产品 我觉得你先会面对到这两个选择 你要做你想的东西 或者是用户想的东西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先心中想一想 如果是你的话 或者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你觉得是你想要还是用户想要 还是其实看情况 就是可能看情况 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就是 没有一定的准则 就是想就好这样 好 不过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 这就是我想中间有些题目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project 我之后还有其他题目 可以想一下 OK 好 那 这个事情啊 我们先说 大家心中心有的答案 没关系 然后我先说一般来讲 你遇到任何人一定跟你说二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废话 就是这个事后论 就是成功的东西一定是用户想要的东西 所以你讲用户想要的东西绝对不会错的答案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前面有讲 我们其实 其实做perpetual protocol 不是我们自己会的事情 所以就是做用户想要的 所以听起来很正常 但是其实 这个事情不一定是这样 重点是你要做一个事情 不是一个解释 就是我在做什么 而是这个脉络的事情 所以脉络的事情啊 比较就不会是 到底是用户想要还是你想做 你需要一个脉络 这就是比较复杂 就是我会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想法是 你要看到一个科技的转变 然后去想未来六到十二个月的变化 然后如果 然后这个变化就是刚刚 就是我们今天假设好了 最近有什么事情 OK 最近有一个Cancun update 所以有Cancun update 这个就是意思要update Cancun update以后 它把Layer 2的费率降低要很低 所以你要先 我们先讲是它会发生 就是它一定会upgrade成功 不会upgrade失败 如果它upgrade成功的话 它会对Layer 2造成什么影响 然后你可以想说 然后你现在去做它 就是搭上未来的潮流 我这是蛮多赌注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在于 你到底就是你没有办法 其实你永远猜不到用户要用什么 就是这是一个废话 这是一个从结果来推论的废话 就是一个成功AMBNB 你就说这个AMBNB 他们当初就是要focus在使用者享有 这个废话 但是我觉得你很难说你想要做用 想做的东西就是也是一个正确的 就是它其实跟这个事情没关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逻辑 就是你对我而言 我就是想要压保 现在这个科技进步 它未来6到12个月变化 你也可以想一个脉络 然后去分析 然后为什么要这个事情很重要 是因为我觉得你跟别人解释的时候 这个其实最重要 而不是你现在在做什么 或者是你这个东西 它有什么好处优缺给这样 好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是因为我有问题 就是了解我讲的意思啊 然后不过有问题 就欢迎可以问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我相信 我会就是 我觉得你 我不会从 这到底是用户想要什么 或是我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 我其实比较像是用户想要做什么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我只会猜测 就会有我们其实列出一个表去说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像是什么 如果 其实我现在已经忘了三年前是什么 不过就像我刚才讲的像是天库 会怎么样 或者是明年 明年可能还有什么事情 Bitcoin have Bitcoin have 会有什么差 就不是什么技术上的差别 然后或者其他事情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树状图说 如果他们这样的话 你会猜下一个事情会是什么 然后看看你要不要押宝在那个事情上 那我们那时候猜的是 因为那时候其实发ERC20 Token的没有很多 就是在Compound之前 所以我们发Coken之前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觉得 那时候其实会猜 未来大家都会发Coken 所以我们想要做Coken的衍生品 我们觉得会有很多Coken 所以我们说可以做Coken衍生品的话 这些Coken都可以用它 就感觉很棒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 好 希望有回答 就是OK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做一个新的设计的话 可以想想这个事情 然后Gear的事情是 如果你很想要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你希望可以竞争 跟其他Project竞争 或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你的技术含量很重要 技术含量不是深奥的数学 就不是说你真的可以写出 这个不是这样的 通常是你需要换个角度 看你的问题或是看你的产品 那它要蛮大的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找投资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投资人 通常都只关心产品 比较不会关心你的背景啊 这些事情 所以 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像我们台湾 就是不是这么主流 就不是主流国家 就像是美国 我觉得你能够出口就是你的东西比别人好 就是你可以换个角度看你的东西 那我常常会跟其他的地方聊天 那我会觉得大家各位 这个事情都没有特别在意 就是就是你可不可以找到你一个最适合定位 刚才通常就是会我觉得解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也不是解释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觉得太直接太简单 就是就很像说我们在做Skating 但是不是意思是另外一个B 我觉得那也OK 这是一个很好 这是一个题目 但是就觉得 如果你很希望你自己的 自己的project可以突出 那它需要再更不一样 就是 对啊 但是更不一样 我了解很难 不过就是 就是这就是我们觉得要努力辜舍的地方 这样 好 我不晓得大家是 我不晓得带来有什么问题 不过就继续 好 那投资人 嗯 好 这是一个 就是刚才我猜大家可能 如果你想要做project的话 你应该也都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你到底应该从VC开 就是 就是你可以找投资人 不管是VC 或者是Angel 或者是 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投资人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从社群开始 因为你 因为其实蛮够project 尤其是在 在熊市的时候 我觉得 嗯 他们之前的什么 Banana Gun 就是他们都是社群 他们就是直接 啊 我要发一个coken 就从社群 来募资 或者是不一定他们占coken 但是他们通过其他方式 就从feedback 这个revenue 到这个team 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考虑 那 所以 通常你会想说 你到底要不要走VC 这条路 因为说服VC 会比较 就是要说服人家 那 常常你也会有这个问题是 哦 他社群上也会看很多人看说 哦就是 区块链就是要把这些VC都干掉 所以就是不应该让他们应该是社群啊 怎样这样 哦 好 第三个选项就是都要 OK 那 好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那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选 其实应该想办法做 你能够做就都做 因为 钱就是钱 你能够就是你发觉需要雇用员工啊 这些事情 钱就是需要钱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比较肯定就是三 不要排斥任何种 拿到钱的方式 有时候一些投资人会跟你讲说 哦我们这个 我投资你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帮助啊 怎样怎样 你就要就是你要 不要去拿那些 当帮你就是说他只有给你钱而已 哦 他其实不会帮你啊 不会帮你ABCDE 不会帮你去看Binance 不会帮你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都不要相信他 钱就是钱 给你钱的就是好投资人 这是我觉得啦 尤其在熊市 那当然 我也不是说 其他人不能给你帮助 但是很通常 说的都大于做的 尤其是一些 比较二流三流的投资人 他们可能就是 就是只是很会讲 我就是我每天吃早饭 跟Binance的谁啊 然后 然后下午的时候 下午茶又是跟OK 就是很多人都很会讲这些事 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有用 所以不要太相信这些事 钱就是钱 你的目标就是收集到足够的钱 让你的 project 可以做得完 可以 launch 有审计过 然后可以有一条 有一个 也要有一些 budget 是怎么这样去推 好好的推广它 好 然后 另外是 就是常会有一些炒币的KOL 我建议就是 这种就可能就是 虽然钱都是钱 但是我建议这种还是就不要好了 你还是需要确定你的长城目标 跟你的投资人是一致的 所以就是有解锁时间 这些都是最好 都是要照一般 project 不要给特别人少解锁 或怎么样 有一个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知道 成就之前越多 就是你 你能够拿到投资的方式 不是你一直想很 良定的说服大家来投资 而是你要去见到很多投资人 就是想办法见到 像你这很简单 就是你见十个投资人 你假设总共你需要有五个投资人 你见了十个投资人 你如果只见十个投资人 你就变成二分之一个人一定要投 所以你要很花心力去说服他 这事情尤其会发生在台湾 因为台湾投资人太少 但是如果你能够见一百个人 意思就是说 你只需要百分之五个人投资你就好 那你就可以 这些人其实谈不来就不要 他听不懂就不要 觉得怪怪的就不要 你有很多可以舍弃的 就是这个 反正要不投就算 不投就算 你反而会比较容易最后达到 这个五%的目标 就是五个投资的目标 因为说服别人很难 那很多人莫名其妙就会喜欢你 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就喜欢你的发掘 那种重钱就把他收下来 那你只要见过人够多 我猜你都会莫名其妙就收集到你该要的 你可能需要的钱 所以 这是另外一件 就是 就是尽量可以多找一些投资人看 讲到这边再讲到 然后 太慢了 不孔的 然后另外就是不孔的对象 可能会有不孔的方式 那 空长会 不要确定 通常就你假设 就是很有名的投资人 领级的投资人 跟一些web tool 其实对区块链不熟的人 其实他们看的事情 他们想的事情都会不一样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先研究 对方已经投资过什么 来猜说他到底会喜欢什么东西 或者是同人家 你知道就是通常那个投资人 他可能有twitter账号 你可以去看他的twitter账号 里面在写什么 我就可以再猜一下他喜欢什么 然后你就可能会有一个策略 然后不同投资人 你也可能可以给他不同的空影片 然后就是不同的空影片 就是会他给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追踪像是 就是这个投资人用这个方式 因为好像不太OK 这个投资人用这个方式好像OK 然后你就知道他的成像 你可以做个google sheet 然后追踪一下 其实讲什么方式 怎么去形容你的project 会比较容易找到投资 这些事情 就是也许会有用这样 好然后最后 然后这个我觉得才蛮长被人家问的 就是要怎么样跟投资人接触比较好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透过其他project的投资人 第二个就是你去参加很高活动 然后就会遇到投资人 三个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写讯息给投资人的twitter account 或是直接寄email去 然后第四个就是都做 那我会大家可以讲一下 会不会有哪就是哪一个方式就有效 那如果是我们的话 其实在perpetual 我们是在COVID的时候 就是在做 所以那时候其实 还就是投资 就是因为COVID的关系 所以整个投资都停止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段 不大容易投资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是就是COVID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认识很多 那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建议就是你就勾作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勾作 但勾作的话重点是不是 就是重点不是你怎么认识 而是你要想一个方式让各方更有兴趣 所以其实你要想办法去COVID 就像上一个讲 就是不孔投资人 他们跟我不孔个喜好 所以怎么去COVID投资人还蛮重要的 那我们心中有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我们第一个投资人将来 是我们poemail一个人 因为我们看了他写一个blog 我们看那个blog的内容 跟我们想做的事情有点像 也不是有点像 就是他的内容是我们想做事情的 类似的就是有点相关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写一个email 很长的email 就蛮长的email 去说明说你这样想 其实好像有一些 好像还有一些地方什么 没有没有注意到 然后我们在做的事情 跟你想可能有点一样 类似这样讲 然后后来 因为我们寄这email给他 然后他后来也有回 他也有回 我们就来会几次以后 然后就聊 后来他就投资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 客制化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 对啊 然后 剩下这个可能 是比较不这么重要 不过 我觉得如果你 你试着投资 就是我讲的比较多是投资人 但是其实社群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其实有时候不是很了解 就是我们说的虚拟社群 常常会反VC 可是这些社群明明自己也是VC 我不想什么意思 你如果去买一个Token 你不是就成为一个VC了吗 就是他别在哪里 只是因为你比较没有之前的投资经验吗 还是你的钱比较少 没有啊 但我觉得不是啊 因为你钱比较少 你还是可以 你还是可以asset这些事情嘛 所以 我会觉得 就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社群跟VC 都是投资人 都是同一群 然后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找投资 其实不管对社群或是对VC 他的看Google是一样 就是你不应该要 嗯 太积极的去 就是如果你试着谈 不管是社群或是VC 你会觉得更难谈 那我觉得 通常就是 你要去改变你自己的某个部分 像你做的题目 你的解释方式 或是你的Tokenomic 也许 通常是这些问题 而偏偏这些事情 你问人家 人家不一定会跟你讲真实的答案 很多人就会 就只是跟你讲一些很容孔的答案 像现在时间不对 或竞争太激烈 或是这样子 其实不一定是真的答案 所以 最好的方案就是 你要调整你自己的东西 去试试看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对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对 OK 对啊 然后 嗯 我觉得 投资也是一样就是 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Project 不一定要一定要说 你的投资人 像是Paradigm 或者是 我不晓得 Marketcoin 或者是 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口证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很好 但是 嗯 你需要这样一步一步上去 你可能不能要求说 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也不能要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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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是我对自己的东西 期望都是 都一定要顶尖的才可以 往下推进 我觉得是比较难 哦 就是所以 如果是你的第一个Project 其实社群有人愿意 愿意投资 愿意买你的Coken 我期待你有发Coken 也许你就可以考虑这么做 或者是有一些 台湾VC有兴趣 我觉得其实 重点是先有一个Project 证明自己还蛮重要的 OK 好 呃 我先一直讲 然后 不要确定 OK 好 我先把它讲完 诶 诶 诶 这样子结束 好吧 那 好 那个有一些 然后最后最后讲一下 啊 我觉得现在 市场是熊市 所以比较困难 我没有放一口影片 因为我觉得写数字 怪怪怪的 不过 但是熊市比较困难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 要做自己的Project的话 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好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 就我刚才讲的 你其实就每个Project 都需要更与一段时间 你才会 就像你现在做 也许你一年后之后才会 才会 才会 上市 或者是才会 就是才会做好 那 你其实就需要这个 就是有点像你现在 就是你在牛市做 当然你筹资什么会比较方便 但是等你做完就变熊市了 因为金融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熊市牛市 熊市牛市这样 所以你现在做才有比较有机会 可以抓上 抓到那一波 我们就是一个2020年开始就是COVID 所以我们是在一个熊市开始做 可是我们做好 你看我们做好的时候 刚好接到2021年 所以我们的交易量 因为说在市场上没有什么选择 哦 不能说我们做PERP做得特别好 但我们交易量就是GIMI 哦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 所以 我不晓得各位公公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时机其实是左右一个 project成功又很大的因素 所以在熊市做是比较好 那像现在 但是现在不要麻烦就是投资 哦 所以就更考验你怎么包装自己的project 跟你怎么样 就我刚才讲的你怎么样 让人家了解你在做的事情 哦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 这个东西在未来会成功 哦 那 呃如果你现在想要做的话 呃 我觉得大概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你要筹 筹筹筹筹筹的话 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project都是 就是它的variation大概是10个million 到20个million左右 我觉得其实也还不错啊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话 可以 嗯 就反正就 这是大概我现在看到 所以如果你可以找投资的话 大概把自己的 这个价值是在这里 哦 先做第一轮可能还不错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猜 你也可以考虑就直接 跟社群 就是直接 直接经营社群 然后像 就是像一些匿名的project 哦 这做法就是 你可以 你还是可以做完这产品 刚刚要用 然后有一个token 然后想办法 这时候token token就相当重要 就是它要 想办法跟这个 产品联动啊 或者是让社群会觉得 诶 这个token 觉得很好买这样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条路 如果 呃 我想就是大概这样 好 然后有些问题 大家都撑到最后才问 好 那 好 那我就从先 所以我就先 先从第一个问题来说 其实我比较想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容易 嗯 就是聚焦这样 ok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 所以他的问题是 混回去之前 怎么样 建议自己的团队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的 是 啊 第一个事情 呃我觉得 你需要找到一些好朋友 哦 那你需要跟一些人可以撑过那些 哦 就像熊市 这是市场比较不好的时候 哦 哦 不是所有啊 你现在认识的人 不管在区块链 或者是在你 你的你的同学有什么 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撑过熊市 哦 那这个其实有时候你在 有时候你在 找他们一起创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 有些人是 他有一个工作 他不会愿意 放弃他的工作 当然他有很多 所以他就说 哦 我可以在part time 帮忙 哦 他当然还有理由 我家里有劳有小 哦 然后我刚结婚 我有个房贷 哦 那我建议 就要放弃这些人 哦 你需要找一些可以接受 嗯 就是 就是接受这个 其实这个创业不是很成功 哦 但是大家就是要熬过这段时间 哦 嗯 没有人可以保证创业一定成功 但是熬过这段时间 然后很 然后能够 在同一朝床上 然后就是 大家目标相同 就是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 不是大家的城市能力 不是大家的其他 你知道 就是业务能力 有这些是加分 但是我觉得能够 熬过第一股 是一个最重要的事 好 那很多人会 给一些建议像是 哦 你应该要找互补了 如果你是工程师 就要找一个懂 懂懂 逼低的人 我也觉得这个完全不对了 你 我觉得你真的只有选择 就是要熬过 能够接受熬过鼻鼓的 因为 嗯 就是懂 就是没有人一定要 我们 就是 我觉得这个可遇不可遇 你可能可以有一个很有逼 但是说实际 你其实永远不知道 你需要什么样的空方者 在 在 pudget的时候都会需要不同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你就是 你只是要 遇到一个问题 解一个问题 好 遇到你的 逼低能力不够 就想办法自己 要做 然后想 就是要逼着自己去 做 或者是逼着自己 怎么样去找一个人 来帮你做 好 那 我觉得这不是你可以一开始 预计的 所以就不要 就是不是可以一开始 哦 我一定要有四个人 一个人很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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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很懂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错误的乞丐 你不应该这样子想 这个事情 你应该是想 有谁可以跟你 度过低谷 然后 你们就想办法 能够 反正能够尽量做到满分 任何事情就做到满分 好 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你有什么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或是你想要 知道 就是 那这样如果这样怎么办 那你就慢慢在下面再问一下 好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怎么看看实名跟匿名的差距 然后 然后匿名会不会比较困难 然后 对外木 我先回答第一个好了 我建议 如果是现在的话 第一个事情我们先看匿名 大部分的匿名 就是 我现在知道 就是 你知道我有认识匿名的团队 像是GMX 像是GANS 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匿名团队 其实不是全匿名 就是 有点像 我去个活动吃火锅 会看到那个人 这样子 我就是 大家会出现 但是 但是我可能还是不知道他的本名 我可能知道他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类似这样 那 我会觉得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种匿名的话 我想你在募资上 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所以你在投资人 谈话的时候 可能他还是知道 你被子在哪里 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这些事 就是他不是全匿名 那 我会觉得 如果你是半匿名的话 我觉得还OK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 大家尽量半匿名 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是算比较早 所以我本来就用我的名字 我觉得 这个多少 给自己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风险 所以我建议不要这样做 所以你就尽量半匿名 我觉得其实 我才会 所以我觉得很多 发觉半匿名都有牧师成功 所以我觉得可以不用太担心 这个 OK 然后 OK 所以这样 但是全匿名我就不 我就不太确定了 我不太确定全匿名 是不是会不会 造成牧师上困难 所以这可能要 就是要看看 这个 然后 OK OK 问题其实很好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募资的话 你怎么能够正确的估值 然后跟代币的数量 或什么东西的 那 那我们先回上半段 第一个事情是 我觉得 不需要正确的估值 因为没有人知道正确是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一个project 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在算 就是你的估值到底怎么样正确 可是你盘米做出来以后 没有人要用 所有coken还是会趋进你 我一直只是说 其实 有没有人用你的东西 还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用你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 不是对所有project 都是对的 因为你可以想象像是 很多很很很很旧的coken 啊 那个像是 像 像 像 那叫什么 我说像 嗯 我不晓得 卡卡路 EOS Iota 其实用的人都很少 还不是就活着 所以我不跟你说 这一定是对的 但最少我自己是这样讲 要东西 要有人用才是最重要 但是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方向还是在怎么样 这产品 能够 你能够有足够的钱做出这产品 足够的钱推广这产品 是最重要的 所以能不能算得对 我会觉得没有重要 因为这个比较是0跟1的事情 你一定要能够推广 就是能够要有成功 你这些token才会值钱 不然他就不值钱 ok 所以退回 退步的话 我会觉得 啊 其实你就尽量照着其他token就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其他token就在 就是 你不要差太多 因为如果像我刚才讲 大部分token就10到20个million 然后你今天说你的token是50个million 那 其实投资人可能都很有 通常啊 二三有个投资人都很有比价效用 就是很重视比价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太贵他就不看 我觉得让自己变成 尤其是你一开始 如果你只是第一个token 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如果你只是很成功的人 你已经成功乱过一个token 你要这样做 我觉得就随便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个token的话 我觉得尽量跟大家一样 也不能太低 因为太低 人家应该觉得你在搞什么 你一定有一些事情不大对 所以就跟大家一样 其实是最简单 不要这样 就是 你应该在产品上突出 不用在募资过程上突出 一次选一个你的长项会比较好 好 然后 然后熊市如果不愿发币的话 怎么样跟投资人交感 OK 所以 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 所以就是 你假设你应该从这个拿到钱 假设你拿一个你一个人 现在是熊市 我就死定不发token 然后 然后投资人就会可能写email来说 你不是说好一年之后要发吗 你现在不发 现在是怎样 好 那我建议你怎么做 就不要理他们 就是说 就是不发就不发 就是你就是要赶到牛市再发 就这样就好 那个 钱收下了 我觉得 你就好好用这个钱 那 你不一定 我知道 公司同事都不一定有 一样的idea 更何况你一个投资人 那如果 你不是已经 就是有批评说 你一定要给出多少koken的话 那我觉得你其实 就是 就是不是你已经说好解锁什么 然后你把扣住不给开的话 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拖 可以玩 或者是 我觉得好好看啊 通常蛮多投资人好好看都OK 所以事情也不会太糟 不过 我觉得如果你做这个决定 是想要 延后发 我就觉得你就延后发 好希望有回答问题 然后 OK 在低点进入市场开始bill 会不会遇到 就是 发觉增长速度很慢的问题 OK 绝对会遇到 哦 但是说这个你在高点bill 不就不会遇到吗 也会啊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上线的时候是高点还是低点 哦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困难问题吗 你怎么知道半年后的市场是好或坏 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 你是不是其实不要bill 你就直接买bcoin就好 你就被攻跟球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你不知道吧 所以 啊 我觉得在现在bill的好处就是 达讯比较少 而且 你知道你 嗯 你 有时候啊 我觉得说服投资人对你是一个 好的检验 哦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连这一个group 就是这些很讨厌的人 你都好像都没有办法说服的人 比较common 那你怎么能够说服那些不是很讨厌的人 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的意思 就是 就是他们都觉得你这个东西未来应该不会赚钱 那为什么 你还有更有把握说你实际上上线以后容易赚钱了 但是我也不是说这些投资人想的就是对的 投资人很容易错很容易看错的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采取的开构式 那还是要想办法 换个角度就是怎么样让他看到这个project的优点 哦 哎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好像有点插体了哈 好不过 对啊我会觉得现在就是有这个好处是 也不算好处就是你现在如果能够能够酬到钱 能够把它bill完 我觉得你其实是 你知道是 是比别人还要强的 因为现在 因为在牛舍就是很多奇迹怪怪的project都抽不到钱 所以你现在是比较强你要有信心 而且大部分的project 其实你其他竞争队手 大家基本上都抽不到钱 所以如果你能抽到的话 如果你能做下去的话 你就比别人有就是 就是会比较更好 好 好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 我想回答到你 就很简单就是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你现在bill或者牛市bill到底什么时候 就你刚刚觉得说高于市场好不好 所以 不如不用想那么多 对啊就现在不用 ok 然后下一个是如果 如果在台湾做一个project 然后你要上launchpad 然后但是你没有国际知名度 你要不要采匿名 ok 我觉得你有没有匿名都没有知名度啊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你就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 我也是没有知名度的人 但是我想 嗯 就是你学 所以 有时候我们会 啊 应该是 如果你 觉得 就是ok 你的team比较没有知名度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个问题 你就是要把 让大家的 眼光或聚焦到你的产品 或你的市场很好 哦 所以 这只是就是 就是你又变成说 你的产品要再更特别一点 嗯 ok 第二个事情是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 如果你没募资的话 你是应该从 最紧急的机构 像anderson 或者是paradigm开始 还是应该从中小型的开始 然后哪种顺序会比较适合 ok 这个跟你你是谁很有关系 如果你 就是本来已经有蛮过成功经验的话 我想 你应该 啊 我想你应该就是 联络你这些已经认识的VC就好了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 不在我们讨论之内 我想各位就是 我想讨论可能 就是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概念就是 其实可能也是刚开始是你第一个 project 第二个 project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我会建议你从小的开始 哦 不是 错错错错错错错 不是 我建议你从 你觉得 没有拿到他的钱也没关系跟开始 哦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 你会 你会需要一些时间去 就像我刚才讲 你需要跟别人讲你的idea 然后听到他们怎么讲 然后来修正你 哦 他们讲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你就是要修正你的讲法 跟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 哦 去看看怎么样 把你想做的事情讲的 让大家觉得他很有机会 哦 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时间 这需要几次 所以你先从那些 你觉得 反正你没有拿到他的钱也 无所谓的开始 哦 这是我的建议 好那至于 到底要从顶 就是顶级一个 还是从中小型开始 我就觉得没 我就觉得他顺序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哦 投资人就是投资人 那只有 这些投资人 就是A投资人喜欢什么 跟B投资人喜欢什么 好 好 然后第三个问题 可否分享与VC接触的最初做法 是否产品先接 先做出一定数量的用户 在开始募资 减少一些需求面的沟通 OK 如果ColdFounder没有过去成功的经验 是否刚刚OK 好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说 好那我如果真的要跟VC募资 要做到什么什么接规 就是我一个 我只有一个投影片 会不会有点太扯 就是就直接去募资 会不会有太扯 或者是我需要有一个Portocab 或者是我还是要真的上线 还是怎么样 OK 好那这些好问题 我觉得 你如果要投资 就都做 意思就是说 你建议只有一个GAC 你就试试看 投资不是一个干点的事情 就是不是说 你知道我今天有一个人介绍我跟Paradigm 和The Band The Dan不是Band The Dan 就是联络我们写一些讯情 然后跟他约一个电话 不管最后有没有投资 因为大部分情况是没有投资 我觉得你还是要跟对方联络 就算是你没有在做Project 你先认识一个投资人 我也觉得你应该有一些新来的人 你可以就直接投影片做一下 你可以给他 你会觉得 问他觉得这东西有没有趣 但是当然你自己要先想一下 这东西要真的有趣才行 不要随便砸一些垃圾给他 他这样可能只会把你这关系断掉 但是如果你都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我说有趣的东西先假设 我去新加坡的时候遇到一个人 他跟我讲的事情很有趣 他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NNN 当价格下跌的时候 不不不不 当有人卖这个 假设这NNNN是一个Token 将有人卖Token的时候价格会上涨 可是有人买Token的价格会下跌 我觉得大部分的投资人 大部分的技术背景的投资人 针对一些奇怪的问题 或是奇怪的表固 他们都很有兴趣 像我刚才讲的那件事情 你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很诡异 可以做得到吗 我们做得出来吗 可以是这样 但是你需要这些有趣的事情 去吸引人家注意 或是跟人家讨论 我有时候也不是说为了有趣而有趣而是 刚才那确实是一个 有一个人想要做这个东西 只是他没有跟我讲全部 他只是跟我讲 这个就跟着概念 但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就像我一开始讲 如果你今天只是说 我是做一个Sketting Protocol 只是是给 我不晓得A打这个B 因为我猜 投资人跟你继续对话下去的过程 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所以你需要准备这样 不过如果 我回到这个就是 你这样一个投资人 其实是希望可以跟他继续联络下去 所以总是你只有一个账 你就送给他 只要这个东西就是 你会觉得 你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有趣 然后我相信 只要他跟你是同一类一个人 他应该也会觉得有趣 你就可以有些规划 他没投资也没关系 就是继续下去 做久了大家就会 比较像个朋友 就是比较可以聊天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我在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做创业比较大 我就是有认识一些 我们就是都可以这样聊会 我觉得 然后我们就尽量 希望一年可以见一两次 然后去延续自己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现在蛮重要 然后我觉得 所以我会觉得你有一个账 你有一个 就是你有个Portocard 什么 就尽量 就是你都可以说 我要开始筹资 我来试试看 如果你有账 然后你就 我就说我要开始筹资 结果发现 大家好像都不买单 那我就建议 你可以 先停下来想想 如果觉得 我们也没什么改善空间的话 那你就看要不要 做一个Portocard 然后做一个Portocard 再开始这样 好 那 有一个事情 额外的事情就是 有些事情要避免 就是 做到完 投资人啊 你可以想象这个关系 投资人 如果你是投资人 你最合理的选择就是 在 ICO前一天 投资这个Portocard 拿到他的Portocard 而且不用锁 为什么我说这是最好 因为 然后 而且是 因为我不要说 ICO 上币安的前一天 拿到这个Portocard 可能会不用锁 不用锁 所以因为你上币安 所以你通常有个好行为 就上去了 然后就把它卖掉 他就赚钱了嘛 可能赚个50% 就一天赚50% 这是很好的投资 这是投资人的梦 我们的重点就是 阻止他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他越早 投越好 因为 越早 因为其他投资人 都知道 越晚投 他的风险越小 越早投 尤其是你只有一个DEC 的时候 他的风险最大 所以 但是我们目标 是要他最早 因为我们前面 因为最早是最需要钱 所以你要先了解 这个关系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你绝对不能在上限前 叫人家投 不是 或者上限前 叫人家投 或是你做一个 你说 我下周要上限 没有人会在上限前 投投资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等到上限 就知道有多少用 他不是就 他不是可以 少掉一个风险吗 因为你有很大的风险 是你上限以后 没有人用 所以我们再回去 回去刚才讲 有一个DEC的筹钱 是最棒的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有人给你钱 这是最好的 第二个就是 有一个Portotype 你有Portotype 人家就愿意给你钱 也是很好的 第三个 不要上限 你可以说 但是你还是 就没有 就是可能就拿一些投资 或是没有人 投资的钱不够 没有还是继续做 你做到了 另外选择是 你可以做一个Portotype 然后不是 你可以做一个贝卡版 你说只有选择性的人 会来用 就是不要让它是一个结果 就是像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放到Mainnet 只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你就不至于 就是有点像 只要你说要Mainnet上去 所有人都会等到你Mainnet上去完 才要投资 所以就尽量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我可以想想的 就是 投资是一个 泰式问题 真的 就是你要想一下这个泰式 就是如果你可以 糖尚你要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投资人 你现在为什么要投 他现在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投 他一定是有一个 他现在不做 他之后就来不及了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造成 让人家心理上有这个假象 是最重要的 好 抱歉我这个问题好像会要太讲 好 OK 所以有一个这个 嗨你好 然后他想要做上面解决 现实生活中预告的抽奖性的问题 然后有发问卷 然后 找其验户愿意尝试 OK好 10月的East Global 所以这些范围较小的会不会Hackson或者青睐 会不会Hackson或者青睐 第一个OK 所以他有三个问题 第二个事情是在East Global East Global 就是Hackson吧 然后 他不确定范围较小的题目 会不会在Hackson或者青睐 好 那 我觉得不是范围小或不小 但是 我会说 这上链抽奖这个东西啊 就抽奖上链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范围小或不小 而是 这个东西可能从五年前就有 前铺后继不可能的团队在做 所以大家对这个题目可能已经很 听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个肯定要想一下 你怎么样可以 让它比较不一样 OK 好 然后 木教市场大小会不会影响投资人 的意愿绝对会 如果你只做台港澳 那 你就是变成 区域内 该只剩下App Wars 所以就想办法搞 就是你确实那个投资人很少 然后 如果这个 题目的技术 第三个问题是 技术门口不高 会是很大的问题吗 是这样吗 OK 我觉得技术门槛高不高 其实不尬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最大的问题是 很多人做过这个东西 可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他们的问题在哪 就是如果说 预期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是第一个做 就是 这个 我想想 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大的问题 不是它的技术门槛 而是 这其实是一个热门的题目 就是如果你愿意Google的话 你一定可以 我觉得你都可以找到蛮多 然后 他到底 当然你做方式一定跟前人有时候不一样 但是 我觉得在瞄准同一群课程的过程 就前面都没有成功 应该是他们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所以你应该去研究一下 就其他 有做过这些抽奖的人 那他们到底为什么没有办法 推广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想 而不是 就是不用开在意技术门槛高 或不高 OK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投资人用股权募资 对未来卫生用钙币募资 这两个方向要如何并存 如何并存才能让股权跟钙币有联动 OK 这个我其实不是很 很了解这要怎么做 也不是很了解 其实我知道一些其他办法要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已经旧了 就是 现在新的项目基本上不会再有股权 就是 或换句话说 我投资个东西 基本上很少会有股权 就算有股权 也是因为它是要股权转代币 就是 所有人都会转代币 就是不会有一些人有股权 或有一些是有代币 OK 然后再退回去 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通常会这样子 你会保留一些Token给Tim 假设是15% 然后 然后你 然后这个Tim就会说这个公司 所以各公司拥有 你知道 拥有50%的股份的话 你就会有15%的50% 就是7.5%的代币 我也听过有人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做法 但是 如果你是新的公司 你想要这样做的话 我会建议最好币 因为我觉得这是复杂化 你整个募资的过程 因为就会有一些人说 我要股权 我不要股权 然后我要盖币 我要盖币 就是 你知道人家给你钱 你就希望你很快可以收下咖 对不对 好 那 就是你不需要这中间有一些什么 就是你要拉压回回 跟他确认这个问题 确要确认那个问题 然后因为你在确认这个过程 如果拖了两个月 结果又发生一次像FTA的事情 那个人可能就收手 就是你要时间越长 那当然就会中间就会有变化 所以我会觉得简化 就是回来开想 我觉得在募资的事情 不需要创新 你要创新的是你的产品 或者是怎么样获得User 所以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 不过可以的话就是 照大家做吧 就是 或者是简单一点 像全部都改别 会比较好 如果你预告一定要投股权的人 那我觉得 尽量不要太多 然后可以考虑我刚才讲的那个方式 就是用公司这样子 好 我回来看 回答完了所有问题 好像讲的有点多 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刚才你提到说 你们自己也有在投一些项目嘛 对 比如说在这个熊市 这半年一年 你们有方便就是说 可以透露一下说 你们投的这个领域是哪一些 那为什么会在熊市的时候 投这些领域 就是这半年一年 应该算一年 第一个是 这半年一年我们投资很少 对啊 就是因为熊市的关系 然后 我们没有什么 因为只是Angel投资 所以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方向 就是我们不是 就是 第一个 投资人有分多种 就是我们不是那种 思维的投资人 思维的投资人 思维的就是像 像Paraidon那些长期文章的 或者是Marketcoin 他们就有 他们就会投 他们写的那些 或者是说 有些 有些BC 他们可能就专投NFT 这我们会说 就是思维的 通常Angel 比较不是这样 通常Angel就是 就是 whatever 都有可能会投 所以 OK 所以我想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看什么 所以就是看 就有点像一个 项目来看他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会觉得 就是有没有兴趣 是这样来考虑的 然后每个支票都比较少 但是大部分Angel 应该都会 踩这个模式 就是不会是 试一试 比较 好 然后熊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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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问题吗 诶 诶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 呃 要 要做 就是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想要 做自己擅长的事 或者说自己曾经有过经验的事 那我们从投资的角度看 大概也是这个方向 就是说 因为在很早期 Angel的期间 大概都是在看投资人 这个人 或这个团队 那 因为他做什么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预计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出来 那但是呢 他能够做出来 我们通常会想说 他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或者说团队有一些相关的 这些背景 那会比较有可能能够真的做出来 那 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就在最前面的时候 有提到说 你建议大家说 就是 呃 像自己个人 本身也是 这个投入这个 这个perpetual 也并不是这种金融领域的 擅长的 那 那这样子是不是跟投资人的这个角度 就是投 所谓投这个 Angel Fund的这个角度 会有一点点充分 等一下 第一个是 Angel Fund 我说我们并没有看人头啊 哦 我是说像我们一般我们自己在投 投这个 这个很早期的这个阶段的这些这些 那我们通常都会看的是人 人或团队 对 好 那个 ok好 我知道怎么会答你的问题 第一个 我觉得有些投资人 尤其是 台湾 嗯 我不能说台湾 就是有些投资人会跟你说 什么事情最重要 团队最重要 我常常看到一些投资人问答 他会这样讲 哦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很多投资人不管团队 哦 就像我跟你讲 我就是一个例子 我不是做金融的 我那些你知道 我们竞争对手有这么多的人 从Jump 之前在做Jump 之前在Jump 之前在Jane Street 之前在各式各样的大型的 你知道Tracking firm 不一定是我们竞争对手 但是UniSwap 你看一下 UniSwap竞争对手 有这么多是在传统金融出身的 没有一个人打零 UniSwap 哦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个 project 我说Defi的project 背景是 你知道之前是什么 某一个Tracking firm 出来的 我真的也许有 但是真的很少 阿贝也不是 大家都不是 所以我想回一个问题是 其实有很多种投资人 但是 你知道 你的重点是 OK 你现在在做一个 Defi 可是你没有金融背景 你就不要去找那些 会看你金融背景的一头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投资人 这是我要讲的点 就是 你知道就是 你也可以找我 因为我就是比较不在意 就是 让我们有投一些 就是根本还是学生的 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 可是跟这没关系 我们在意的就是 就是project 他带来一个 带来一个影响是多少 他怎么go to market 这些比较 就是传统 就是看这个project 不是真的 特别在看那个人是谁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只要跟大家讲 就是各式各样的投资 那预告 选人的那没关系 就跳过 因为你的目标 就是要一直在找新的 我最不相信就是 看人的人会看得准 好 不过我了解很多投资人是这样 只是我就是不买肝这个事 会不会因为你过去有一些 这个创业的经验 所以 创商吗 没有 创商也是经验啊 对啊 因为其实有些投资人 也会看到这些 对 是是是是很多 那 不过就像我刚才讲 我会觉得你还是要分析 就像我讲的 你知道spot market 现在最大是跟你说 我说pap 我说gurity 最大现在 因为他一直在画 你知道 我们gmx sensakis 没有一个是传统金融出身 但是同时间你看 有这么多传统金融的人 在做区块链 有这么多 其实蛮多的 但是就 就我跟你讲 结果是他们不能竞争 所以 嗯 他们会依靠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聪明的投资人 他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过去的经历 实在是不代表你未来的成功 我说聪明的投资人 就一定会 因为说实在 如果如果 如果真的背景很重要 现在做defi的 应该都是传统金融出来的 因为传统金融有这么多人 总是会有一些人做成功 对不对 我只是在举点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想就是 那投资人也会 他会这样去评估这些事吗 对不对 就是像我们 因为我都是跟 跟其他人一直投的 我们也会检考说 因为我们 之前这样想 对不对 我就是 那这个就是 然后就是我们会检考的事 我想其他投资人也是会检考的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提过说 你还蛮常出国到那个 矽谷那个圈子里面 跟他们做比较多的一些交流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些团队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透过哪些管道 可以跟那个矽谷那边的圈子 比较接比较近一点 我觉得可以申请YC 就是我觉得当然 SIGL有几个 都很大 YC 好像什么 Alchemist 还是什么的 我现在其实比较没有关心 但是最少YC很大 所以试着申请YC 我想应该还蛮有帮助的 所以 然后其他的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 就是想要去找 矽谷口证 然后扣过那个管道进去这样 那我以前是 我没有参加 Fighthound去Skylops 他们以前在矽谷是有办公室 所以会把团队 就是希望所有团队去那里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帮助也很大 那我觉得这都是算是 身为一个外国人 还蛮容易融入他们的 环境的方式 所以Fighthound去Skylops 我不想 Fighthound去Skylops 好像不再办这种 就是让团队去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觉得那个 可能就不是这么连接西股 但YC好像现在也可以 好像还是可以去 所以我觉得帮助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快 另外的如果是在CodeCrypto的话 我觉得你知道像新加坡 他们可能也是有一些社群 就是除了凯湾以外 新加坡我想里斯本好像也是 都是有一些社群 所以我不太确定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也可以试试看 加入一些就是去那里 工作的时间更多交一些朋友 我自己是不太会交朋友 我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组织来帮忙 那 但如果你就是 其实还蛮 像我们那个 像那个 马丁跟我有一个朋友 Anton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他就是搬到那个 他搬到Pugaya 就是几个月 然后就好像不认识了所有人 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很会交朋友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选择 然后你就可以跟社群 比较近一点这样 两个million左右 两个million 对 可能有人写床 加一个e吧 大概我们所有 因为我们投资人 有Marketcoin ARMID research 3Aeros 还有CMS 这四个比较大的 但总共加起来只有大概快两个million 还有 可是后来是还有上Balancer的那个 哦 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那个没有实际的数字 不过跟你讲 那里也会有一些 我们也会有一些Coken 换成USGC 但因为你知道它是 它是 Pool 所以有点像你知道它就是 它是一个动态的事情 就是随着价格 就我们永远LP 我们拿出来的时候 拿到USGC是不一样的 啊 ok 那 那当初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你说Balancer吧 对对对对 你们已经如果从VC那边拿到 拿到 拿到资金了 Balancer那边有问题或是什么 我其实还蛮 如果你现在问 我觉得这真的很看条件 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能够直接从社群 Lunch还是有它的蛮大的好处 如果我 但是我觉得这是从我的角度 因为我会觉得 我可能可以跳过BG 因为我比较 我对怎么开始一个Project 这些我比较有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下一个Project 我可能会考虑跳过BG 那我回到当初 我觉得我们也是会蛮想要有自己的Token 然后 就是 因为那时候大部分Project 都会像Compound大家都有Token 那我们其实 因为我们已经RaceBG 但我们也想要有一个Token 就是我会 我现在蛮相信有Token 是一个Quickle Project 蛮重要的部分 然后 嗯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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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